田生所發財其實是烏太和表明有興趣參選特首 你覺得他是否合適的特首人選 我有兩個角色 我以為你們想我回應怎樣看 是胡國興大法官 關於烏太我有兩個角色 一個就是選民 一個就是新聞黨副主席 作為新聞黨副主席 我如果烏太是表帶參選 我認為我在原則上 道義上和感情上 都一定支持他 作為一個選民 我覺得現在其他的新政候選人都未出來 其實大家的政綱都還未很清晰 當然烏太那個我比較清楚很多 我又不想被人說我很偏頗 然你有什麼選擇的情況之下都不知道 有什麼政綱都沒有比較的情況之下 在作為一個選民的角度去表態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遲一步的 等到其他候選人表態之後 那我才有機會去看看怎樣突出烏太的優勢才可以 是不是 細節我不方便說了 大致上來說 大致上來說 我和你們大家都是一樣 都知道他一直在這方面都有興趣的 至於他的時間表是怎樣 一定是他個人要去決定的 我相信他現在每天都審時度勢 看著是怎樣的情況 關於胡官那裏 我想講講 香港太來太來沒有這麼熱鬧了 很久沒有這麼熱鬧 我認為如果多些不同的背景的人出來 而很多可能是 令到大部分被訪問的人都會覺得驚啞叉意 是一件好事 因為呢 是帶出了 我覺得是兩方面 第一 一定是很多人會覺得他自己做得比梁振英 對不對 因為如果他真的做得很好 那相信不會那麼多人 那麼積極出來表態 第二 也都有可能大家看到 香港現在目前的情況這樣撕裂下去 除非他打算移民 如果不是呢 作為香港一份子 怎麼搞呢 還在那裏 在旁邊 尤其立喊 為一些 他可能是第二第三選擇的人 去打羅打鼓呢 還是他自己睡個身出來 還有我覺得不同背景的候選人 參選人呢 是令到 我們全香港的人都去反思 我們今時今日 在香港這個十字路口 哪一樣東西 我們是認為最重要 是要作為一個特首的 在這方面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 基本上你有一男子的看法 到最後呢 是看你的比重而已 不同時間 不同的人 會得把比重擺在不同的地方 在公信力來說 胡官是100分的 我給那100分 我經常都說 特權法查東西是浪費的 政治審查什麼都查不到 未審先判 我經常都說 UGL你不相信嗎 其實梁振英應該找個法官 退休法官去查自己 好像以前曾引權那樣 是吧 所以我是很多事件之中 你看過海難啊 高鐵超支啊 原水事件 都是法官出來擺平 他出完報告之後 沒有人再吵了 是吧 應該道歉那些就道歉 應該受懲罰那些就受懲罰 所以公信力呢 他一百分的 承訊方面呢 他都挑戰啦 哪個人可能找到他黑材料啦 那我又會覺得 在承訊方面 如果一個大法官做了幾十年 都會發覺有承訊問題呢 其實香港的司法制度 就崩潰了 所以他呢 是這樣很著數的 就比較起很多其他候選人 要出來賣自己是連結奉公 是一個賣點 那就是差很遠 這個是given的 其他還要去游說人 相信他是連結奉公 那第三件事呢 我也有留意 在一些政治敏感議題上 他真的有勇氣 兩邊都得失的 支持23條 那泛民當然不合聽的 是吧 831政改方案呢 他又說反對 那麼恐明中央也不是很合聽的 他有這樣的勇氣 兩邊都得失 是少有的 少有的比較 好了 那這個呢 我也是給他100分 那管治經驗啊 政府運作呢 其實他就沒什麼 不過他做過選管會主席啦 做過這個監察專員啦 那我當我給他20分啦 很難說很高分啦 是吧 那 那 有兩樣東西呢 我覺得是他 加白卷的 第一 就是香港將來的經濟發展 現在香港已經去到的地步 好像沒有人理 沒有人關注 完全特首 如果拿經濟政策出來 要做賣點呢 可能根本沒有傳媒登 但是 我不知道我們那萬多萬億 我不知道花得多久啊 人口就老化啦 福利開支又來了啦 我們那些什麼六大產業啊 又沒有了 我都不知道現在香港將來是怎樣的 年輕人有很多很多怨氣 那些怨氣是否純粹是因為沒有民主呢 在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發展 而是根本不知道香港將來是怎樣的 樓越來越貴 筍工又不多 是吧 人工的家幅又不是好 將來的開支又越來越大 無論怎麼看 競爭力又下降了 港大又說不知道跌出頭過幾十一百了 全部這些東西呢 都是覺得香港整體的那個位置呢 在那裏就是 被人邊緣化 那所以呢 這個競爭 經濟發展 大家都看小 因為我們那麽厲害 因為以前那麽厲害 將來是可能我們最大最大的報告 那他什麽都沒有說過 我也都不覺得他 會有任何的看法 對於我們的經濟發展啊 產業發展是怎樣 將來那條數哪個給 那如果將來香港不行的 他伸手運爺爺拿的 他怎麽維持中立呢 不是又是要跟中央找幫忙 是嗎 如果有本事不找中央的 你自己搞定經濟發展先啦 那如果一個人經濟發展不說話的 我看不到他怎麽將來 不會得去中央去求救啊 那最後呢 當然大家心知肚明很厲害了 可能我不應該說了 就是跟中央的關係 中央信不信一個人 肯定是我們現在這個 千二人選特首的制度之下 最關鍵的一件事啦 那他講到 我不知道他背後是否真的 完全一個人都不認識啊 但是他講到出來呢 我真是很難給他高分的啊 所以整體來講呢 我覺得我是用這樣的形式 去跟大家分享我對胡官的看法 他個人我是欣賞的 但是他解不解決到香港今天的問題 不是單方面是全面呢 我覺得因為有兩個範疇呢 他差不多離婚呢 我覺得是 是不可以說他是一個 最適合的人選 是吧 那當然啦 要看其他的人 有什麼政策出來的 我亦都呼籲所有 電視機面前的朋友呢 都留意一下 你們將來去表態的時候 其實你不如自己 給一下百分比啦 你們自己嘗試寫下幾樣 你覺得最重要的 然後你自己給個比重 因為很多時候一個人呢 會得表態支持A軍 因為他某一件事 後來你最問他 那什麼做特首最重要呢 他可能說了另外一件事 而那件事呢 A軍又未必最高分的啊 是吧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呢 問人意見呢 事後都發覺呢 很矛盾的 所以說很闖絕表態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想清楚些先 我肯定百分百 相信 他們三位 自己 是相信 他會做得好這個 那你的看法 你自己覺得 他們三位 是不是每樣事情都做得好 過梁振英 是不可能的事 是不是 哪些事情都做得好 過梁振英 哪些事情都做得差 過梁振英 是看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議題 如果你說很強硬 這樣去維護一角 那我相信梁振英 應該都是 比較上高分一點的 當然我估計 或者我自己都覺得 葉太 都是很高分啊 是吧 曾師長 一向給人的印象都是 比較 怎麼說 就是 比較明明俱緣啊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拉近一些距離啊 這樣啦 所以其實是不同的作風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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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 謝謝 我